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我们又要来看电影了 对不对 可是今天志平要跟我们的受访者 我们的来宾 也就是影迷人 弥勒熊要聊什么电影呢 我现在心情是有点沉重 可是弥勒熊劝我都不要这么沉重 应该是兴奋吧 来弥勒熊跟大家打个招呼 志平兄然后全国听友大家好 是谢谢你来上节目 因为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 上个礼拜我们去看过了 而且很难得就是跟我们志平兄一起看 非常难得 满院子的期待 然后还有黄仲坤后来有趣 讲到黄仲坤 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 这部电影叫做范宝德 对 就是黄仲坤 这位知名的演员 在这个戏里面所扮演的这个男主角的这个演 名字 对 其中的名字 这个片子呢 其实我才 我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觉得一般的 这个观影者去看完的感觉 会说啊怎么这么沉闷 可是坦白讲 我看完以后 我内心澎湃到 后来我在脸书上留言 我认为这是今年度 我看过最棒的国片 他的那个里面内容之丰富啊 各种至少 志平做了一些笔记 就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我认为他表现的一些艺术层次 太值得大家 在节目中跟大家探讨或介绍的 但我们先听听看明乐熊的说法 这个电影它主要就是描写范宝德 他在六十岁的时候突然知道自己生病了 然后你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一般的男人 或者说住在台湾的很多的这样子的 所谓的父子关系 其实都是不是那么的 比如说像我们夏之平兄 你会抱着你老爸说你爱他吗 或是什么之类的吗 你敢这样子吗 没有耶 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导演在这部片子里面 也把他自己对父职辈的那种尊敬 跟情感也把描写进去 那里面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剪接的部分 是廖庆松就廖赏 我们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 台湾很棒的一位这个剪接师 他的操刀就对了 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 尤其是所谓的魔幻写实 那魔幻写实这个东西 本身是来自于以前文学上面的一个说法 那因为后来这是被电影挪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电影它之所以特别 就叫做蒙太奇 那蒙太奇是来自于法文 就是剪接的意思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蒙太奇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不是 它就是剪接 那我们都知道电影的剪接是很厉害的 譬如说这个2001太空漫游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星星就是直立人站起来 然后拿那个骨头 拿那个动物的骨头去敲 去攻击对方的时候 他们赢了嘛 然后就是在丢的时候 他往上一丢 再下来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长条形变成了太空船 所以你看电影 他只要一秒钟 我就给你五万年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电影的魅力 电影的剪接的魅力 那这部片子我觉得 他在三代的那个出现的时候 他会让你看到不同的世代 可是却不知不觉 讲了同样的话 做了同一件事情 那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导演要在这个片子里面告诉我们 当然他所强调的是父子之间的那个情感 那其实到了范宝德这一代 其实已经有点不一样 你有跟你爸爸什么 什么勾勾拐 什么就是拿那个对讲机在那边讲 也没有嘛 对不对 那有人会觉得说 我看到别的影评有人写说 这是范宝德里面的这个 范宝德跟他儿子这一段戏 其实是比较亲密的 比较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互动相当良好 可是你觉得是吗 因为如果是的话 那为什么最后最后范宝德 必须要透过一个外人来告诉他的儿子 他最想告诉他的那句话 他为什么离家出走 后来又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可见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对家人其实都有很多的秘密 或是有很多的话 你不觉得你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有很多曾经发生过的 一些关键性的一句话 一个颜色 或是一个事件 你可以埋在心里面50年60年 然后最后得到解答的时候 才能够放下吗 可是往往你没有解答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把握那个 对方已经往生了 对对对 往往就很遗憾啊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透过艺术的表现 透过这个电影 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以后 会很想跟大家讲说 大家去看这个电影之外 其实要对你身边的人要珍惜 然后那个爱他 然后平常其实要表现出来 把握当下的意思 对对对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 才在后悔这样子 好 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平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到志平的好朋友 影评人弥勒熊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聊一聊 范宝德这部电影 我们之所以想要聊这部电影 是因为在最近 我们看过的这几部国片里面 这个电影的可聊性 层次非常的丰富 对对对 他可以谈的内容太丰富了 那就志平在讲讲你 一开始 刚刚 米勒熊提到的是 所谓的父子 对不对 父子关系 对没有错 就是最外面的 最外面看到的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 范宝德要寻找他的父亲 就是他的父亲 跟这个范宝德之间的父子关系 还有整个片子贯穿的 其实就是范宝德 自己对他的儿子的一个关系 刚刚你讲的那个对白 我一直在想 我要一直一定要看电影的时候 我要记住的这几句台词 其中就是这一句 583呼叫洞乖乖 583呼叫洞乖乖 这是他们父子两个人 因为居住在一栋透天错里面 一个住楼上 一个住楼下 彼此呼叫对方的一个 用这个walkie talkie 呼叫对方的一个声音 就让我觉得 哇这个父子之间 原来是靠这样子的沟通的工具来沟通 这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美术或者是说导演很聪明 他不会去强调 他没有特定去强调 那如果对照这个范宝德的儿子出生的时候 再连到他现在的年纪 大概也许是还没有结婚嘛 应该是当完兵的样子 大概也许25岁的话 那我记得蒋经国去世的时候是1988年 为什么知道吗 民国77年 因为我那时候在当兵 我也在当兵耶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然后我还记得一月份的时候 当那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都快哭出来 想说我这辈子可能兵当不完了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我还记得那天我正在战卫兵 然后我听到那个安全事官打电话到那个卫少所说 所有的状况提升为5 战备5 我想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这是最紧急的状况 随时准备备战了 其实还没有了 还没有到红灯了 还没有还没有 我为什么讲说手机这件事情 那时候是1988年 再加个25年等于几岁 1988年 也不过2013 或者是再更早一点点 就算是2013年 也不过5年前 他们的美术啊 其实有考虑到这个东西 那个地点是什么地方 加义 对 然后有可能是比较向下一点的 所以他在里面也讲到了 那个选举的东西 可是都是千秒淡写 对 我原来以为 国变会拿来那个 里长的这个竞选的过程 会变成一个这个电影的主轴吗 因为竞选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啊 可是他老婆很好笑啊 她就说 我是不知道 我们家一定会打我了 我们说我不知道 你会打什么人这样 对 因为那个跟他一起选的 居然是他情敌这样 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另外一个对立 对 这个片子里面充满了各种关系的对立 这就是自评要提醒大家 所以我说很像一个小人物的台湾石 对 就浓缩在这几个人身上 你跟这个人也许很亲近 像比如说 某种关系上 我觉得我跟弥勒熊是好朋友啊 可是换到另外一个领域 也许弥勒熊的看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对立 对不对 这个黄仲坤 你好会讲啊 这个是 平常是夫妻关系 可是要变成要到选里长的时候 对不起 黄仲坤要投给自己老婆 还是投给自己的旧情人 然后我再问你 为什么黄仲坤一直睡在三楼 对 他们为什么分房睡 为什么 其实我爸大概40岁就分房了 然后你的父亲有这样子吗 没有啊 那你爸妈感情那么好 会不会都会生双胞呆 没有真的 很多很多人的家庭啊 到了就是孩子长大之后 爸妈就分床了 比例非常非常非常高 是哦 然后我常常在想说 他什么新生活怎么办啊 当然老人家可能不会 不喜欢你问这个问题 这个也不是重点 我现在就想说 他其实里面很多的细节 都很妙 好 黄仲坤为什么不跟他老婆睡了 他有解释吗 没有 这个不重要 我说他为什么会埋在冷 所以你看他里面 对于台湾社会的那个观察 是非常维系的 是 提到了这个 除了黄仲坤以外的这些演员 旅社的老板是王秀峰 然后扮演黄仲坤的老婆的是 凤姐 对对对 这个我想请问一下 其实这些配角的 赖佩霞 赖佩霞你一定要讲一下 对对对 赖佩霞是新艺店的那个老板娘 他只有他只有在那个火车上面 跟那个男主角配戏那一段 真的起机毙疙瘩 对他的台词精准 然后到位 还有我必须要不得不提啊 就是他的那个好朋友 龙少华 龙少华在这里面演一个 带他去 对带他去上酒家的 没有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 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对 我跟你保证 然后我必须说 我也强调建议 各位如果真的去看 范宝德的话 你去注意看看 只要是黄仲坤跟龙少华 两个人对戏的几场戏 你一定要看这两个人 在演技上面的 那个互相 对 释放那个光芒 我告诉你 那个台词一点都不激动 绝对不是三耳光 也不是说 这个怎样怎样 可是对 可是那就是 好朋友之间 很见真情的一个流露的一个 互相揶揄也好 互相去这个耻笑啦 互相去关心对方也好 那每一句台词 就好像今天私底下 我在跟我的好朋友 谁谁谁 我们在聊天 就是完整重现这样 感叹人生无常的那种过程里面 我告诉你 这两个人演得丝毫 没有任何任何不好的地方 就是台湾中年人的loser这样子 然后你有发现吗 就是他们两个在对戏的时候 的那个细节 譬如说 他因为生病嘛 那他朋友当然知道他生病 而且马上 这个小郑在那边没秘密 连那个王秀峰都知道了 对 十几年不讲话 他马上就知道这样 对 然后可是呢 那个龙少豪就站起来 就是拿了酒杯他不喝嘛 他就立刻跑去隔壁嘛 然后就跑回来之后 他居然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在那个 在围绕着那个餐桌 在那边跑 小跑步这样 这个很厉害 就是一个 他好像针对 王中坤做了某件事情 可是其实行里面的那种 有一点空白 或者懊悔 或者是 就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 去表现 然后你就觉得 那种舒缓的态度 或者是整段戏 这样子看起来 就会很真实 非常非常的真实 所以我觉得之所以沉重 也许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写实性 与其说他沉重 不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这些这么到位的演技 我相信在那个拍摄的过程里面 导演一定有做非常非常多的要求 或者是磨戏 才能够磨出那个感觉来 正好这一批老演员 就会觉得 我演戏这么多年 我当然 导演说什么 我就当然就知道 一次不行 第二次 我一定要给他演到好 就至少要达到导演的要求 然后 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演员厉害的地方在那 就是除了这些叫得出名字之外 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 譬如说 拿信 拿那个地址 日本地址 给他的那个情节 然后 那个赖佩霞身边有个男的 他是谁 他老公吗 这很妙吧 就是 其实 这些人是谁 这些守护在他身边的人是谁 是 对 很有意思 提到演员 我们这样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谈好了 这个戏里面有三个年轻的女演员 包括了 就在现阶段来讲 包括后来 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点 其他有关于就是这些主角 他年轻时候的那个扮演者 那这些年轻演员 其实 演技是声色了点 但其实就是正好衬托出他的年龄来 我也觉得 其实那是恰如其分的 所以就是 我觉得悬角这件事情 渐渐的在国片里面也受到重视 然后整体的那种表演知道 什么都有顾虑到 各位听众 今天志评非常荣幸 再度为您邀请到影评人 弥勒雄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 范宝德这部国片 志评必须这样子讲 我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片子 赶快去看 支持一下 让他演久一点 因为呢 看这个片子 可以让你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很多的回想 很多的获得 至少志评是这样看来是如此 我觉得有点像是今年度的幸福路上 就是他谈到很多东西 那都是跟我们台湾很切身 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但我觉得他比幸福路上更高竿的是什么 当然 他收得漂亮 因为后面那一段 我觉得 很多人会看不懂就在这边 就是明明 看起来是黑白的影像 可是却是他 现在的这个 第三代的儿子的背影 然后刚好范宝德已经死了 所以他身上有挂着这个 这个好像那个 披码带笑的笑牌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 另外这个一模一样的 穿着这个嘎儿 吊嘎儿的身影的 其实是范宝德年轻的 的时候的那个模样 是 然后他妈妈也刚去世 那妈妈去世 其实是 你可以就是说 他很简约的 让妈妈去世这件事情 带来给家里面的冲击 他降低到很低 可是前面有一段戏 就是范宝德年轻的时候 然后窝在那个床上面 然后背景 其实他就是 让小孩子是在前景 然后后面就是 那个黄建伟演的 那个爸爸吵着要出去 而且是骂日本话 是 对 这是 这是乌鲁赛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在后面骂 然后他只讲了 我觉得这句话 非常的关键 就是 再怎么样 家里面都要有人顾家 这样 这句话就变成 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说同一件事情 同一句话 然后不同的世代人 却会做一样的事情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 还有呼应到 就是后面 稍微有点文青的 就是说 什么物理化学变化 可是 如果范宝德 他是一个发明家 真的是一个发明家的话 他懂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蛮正常的 只是说 对观众来讲 会觉得 怎么突然讲了一个 什么化学变化 是回不去的 然后物理变化 是会还原的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进一段台呼 台呼之后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志平为您邀请到 影评人弥勒雄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 范宝德这部 至少志平觉得 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过 今年最棒的国片 我不会演 我是推荐大家 去看这个片子 最主要是因为 它可以从很多片中 所陈述的一些 台湾过去的历史 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 缓过头来 请容许我稍微严肃一点 就可以省思一下 自己在这个 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你错过了什么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因为某一个误会 跟你的家人 产生了隔阂 如果是这样 请千万听 志平的一句劝 好不好 你一定要去 设法解决 打开这个节 这件事情 对你的一辈子来讲 太重要了 对啊 刚刚我们谈到 这个片子很多其他 除了主角 除了配角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 这个片子 在很多艺术上面的一些成就 我必须说 这个好像美术设计部分 其实你很推重 对是黄美音嘛 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聂音娘的 得奖的那个美术指导 那他是挂 那个艺术总监 那另外一位 王志成 他也 我不认识他 但是这个名字 好像也在别的电影看到过 就是 其实 其实 黄壯观众最后 跟我们应后QA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 就是他所看过的国片里面 就是演完以后 字幕在跑的时候 就是大部分的观众 都是会立刻起身 可是这部片 居然能够让大家 一直坐在那边 没有 我其实蛮想回他 就是说 其实 很多电影都有这个效果 就是 拍得不错的 电影都会这样 然后 其实后面的名单 大家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觉得无聊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上面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 其实是幕后工程 非常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强调 尤其是 这个电影的音乐 好像我们 志明雄非常喜欢 对不对 在讲雷光夏的配乐之前 我想先呼应一下 刚刚你说的 美术设计 你提到水电行 我跟志明雄讲 他才知道 其实里面 每一个橙色 都是他们弄出来的 尤其里面 那个关键 那个天井的部分 他要那种旧的 就是水泥 经过长时间的曝晒 跟下雨之后 造成了裂痕 那当你的水 浇上去的时候 他会很自然的 发出那 哔哩哔哩的声音 那这个东西 在整个电影的印象里面 其实有一个 关键的东西 除了暗示你说 他的儿子不止一个之外 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好了 就是他儿子 可能不止一个之外 然后也可以讲到说 这个范宝晒 他本身 对于身边周遭东西的 那个敏感度 其实非常强的 就是另外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可能听不到 对 可是他却能够听得到 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 提到了声音 我就必须讲一下 这个片子的录音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出色的 他有在注意很多细节 对 尤其是当中 有两场 至少两场 听到那个下雨的声音 那个雨声 由远而近 慢慢本来是一点一点 打在那个天花板上面 打在这个屋顶上面 你听起来就是一个 咚咚咚咚的声音 可是到后来 当这个声音 越来越贴近的时候 那个声音很显然 这个麦克风 应该是距离 那个雨滴 打在这个 天花板上面 没有 那个我要跟 志平兄讲一下 现在很简单 直接调大声就好了 哦真的 很有软体 直接调大声 可是你知道吗 当这个大声 没有啦 开玩笑 也许他收音的时候 因为我跟你讲 其实像这些 自然大自然的声音 现在都有所谓的 那个声音库 可是啊 为什么像那个杜哥 或是国内很多 被他培养出来的学生 或是像一些 电影科系的学生 他们现在都懂得 要去收所谓的环境音 还有单收一些特别的音 就像你讲 其实这个还要问 这个当然是我自己太 前面是开玩笑讲 就是说他有可能去真正单收的 尤其是之前有一部 那个纪录片在讲 那个胡定一老师 就是不是 不是像志平兄这种配音的 是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 电影音效 对对电影音效师 他们其实啊 就是除了会在以前胶片时代 就是搭配之外 你会发现这些 已经算国宝级的这些人 他们现在其实 还被年轻一代的这些 婚姻师 或者是电影公司非常重视 因为他们所弄出来的那个声音 真的有时候 其实有时候声音是心理的 心理性的 并不是所谓的 因为很多声音你直接收 你会发现不像 像比如说马蹄声 你用高跟鞋去敲出来 跟你真的去收那个马蹄 踩在那个石头上面声音 其实是不一样的 可是哪一个是你要的 这个就牵涉到说 一种选择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 来到这个声音这件事情 是因为真的 我想利用一些时间 推荐大家 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讲真的 你一定要 不要只看故事 你一定要仔细 去分出一点点的心思 去欣赏这个片子的配乐 除了录音之外 还有它的配乐 我极力推崇雷光夏 我从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快三十岁的时候 我开始听雷光夏 这个可以说是台湾的 另类女歌手 她所写下来的歌 其实每一首歌听起来 看似平常 听似平常 但事实上 每一句歌词 都可以深入到你的心里面 然后它的旋律 是那么的peaceful 是那么的平和 很清新 对 很简单 结果 它的这个风格的音乐 放在范宝德这个片子里面 居然变成了巨大的海浪 你记不记得李安的那个 就是那部同志片 它的主配音是什么 它只有就是那么简单 就其他几个音符 所以这个很厉害 你要找到这个电影 它的一个生命里面的底蕴的 那个属性是什么 然后去把它诠释出来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在看范宝德这部片子的时候 当其中有一段就是雷光夏的声音 他自己把这个主题曲唱出来的 那一段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这是雷光夏的声音 电影的荧幕上出现那个歌词 跟那个情节是那么的match在一起 我坦白讲 我毫不顾虑拿起我的手 就这样擦拭我的眼泪 我真的觉得 这是我看这个片子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感受 我也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不妨分出一点精神 去感受一下这个部分 导演要带给你的震惊 太棒了 对 而且为什么这个片子的后劲 会很强的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导演给你的 或者说各个部门 他们所整个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 你自己如果真的有感受到的话 就是走出戏院的时候 你还会一直在想 甚至可能隔了一天 你还会在想到 对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而不会说 像有些所谓的爆米花片 就是吃一吃爆米花 爽可乐 然后看完回去就 问你说看了什么 忘记了 对啊 很多好莱坞片子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 好这个 如果说各位我们的听众 你觉得你还是必须会从 这个片子有没有得奖来选择 要不要进戏院看的话 那很简单 我跟弥勒熊也可以告诉大家 在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里面 除了到开幕片之外 对除了是开幕片之外 他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 对对 他不但是导演拿到了最佳导演奖 然后这个片子也有 我们刚才特别讲到两个部门 这样子 就一个是声音 对 配乐 还有就是美术的部分 那我相信 这些个艺术成就 如果你觉得你要从这些标准来 作为你选择看不看这部片子的一些 抉择的方式的话 那我建议你 其实它的成就是不错 对 而且就是说 我觉得国片的进步 就是除了从编导的能力加强之外 演员方面之外 其实就是这种制片的模式 慢慢慢慢有一种比较工业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 就是尽管这部片可能对很多来讲 是比较有点难度的艺术片 大家会这样觉得 可是就我来看 我非常的开心是 台湾现在已经有能力 在各种部门都能够达到所谓的满分的状态 那我觉得我目前的能力能够做到这样 就代表我们将来 如果有更多的资金的话 有更多资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派出更棒的电影出来 在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 我们好不好也为这个片子 另外有一种种加分的一个推销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电影它的悬疑性是必须的 这个电影也玩了一点点悬疑性 诚如刚刚米勒雄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就在这个节目的最后 访谈的最后来问大家这个问题 不妨你可以当成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黄仲坤到底有几个儿子呢 这个部分是施志平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另外另外 这个电影的一开头跟最后 对 让整个事件真相大白 我必须说导演花了这个整个片子的时间 一百分钟 对一百分钟来告诉大家这个悬疑性 有其目的也收得极漂亮 好不好 我们就把这两点当成卖个关子 希望吸引大家你进场去看这个电影 对啊 很棒 我觉得就是看到这样的作品就很开心 因为至少每年我们在金马奖上面来不会丢脸 对 这个很重要 我也特别期许就像我们在期许的竹生一样 我们期许今年黄仲坤可以在金马奖里面可以大放异彩 我觉得就是可以讲说是放诸四海皆准 就是他的表演 我觉得就算台湾不肯定他 我觉得其他的影展也会肯定他 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 就是一个人他累积了六十年左右 他自己本身也差不多六十岁 就是累积六十年这样子的一个时光 然后在他演艺生涯 在这个时这个当下 他能够演了一部这个代表作 我觉得这个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是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迷勒熊来上节目 谢谢你了 拜拜 拜拜